哈喽大家好,我是李飞白,近期有瓜主爆料 累积在今年春季赛的首发阵容 已经基本确定了,跟去年秋季赛的首发阵容相比变化不大 首发辅助从猫神变成了艾斯 而猫神将转目后,负责一些赛训工作 阿泽、九成、伊诺和初晨继续锁死首发 而且还有最关键的一点 初晨和伊诺这两人都固定首发 但是他们的位置又变了 张角力保初晨重回打野位 而伊诺则是重新回到发育路 累积之前之所以重金买入初晨 张角在其中出了不少力 张角主张引入初晨 就是看中他的打野水平 结果上个赛季张角离开了 月光直接把初晨转到发育路了 如今张角回归 当然要力保初晨回归打野位 累积其他的变动就在于老朋友回归 从RNTPL春季赛开始 选手大名单从原先的最多10人 调整到最多15人 每一支战队的选手大名单多了5个位置 累积的大名单一直都是人满为患 这一次多了5个位置 自然而然很多老朋友要回来了 比如说蓝佑 汤汤等等 虽然张角不太喜欢轮换 但是能够登上名单 已经能让长期替补的选手看到希望了 说不定就会有机会上场打一局 就像秋季赛的诺言和艾伦一样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张角 让初晨回到打野位的瓜呢